在现如今生活当中,男女在一起交往的时候,如果她们都不懂得去和对方发展,那么场面就非常的尴尬,两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 所以这个时候,女人她们虽然表面上不会去主动,但是她们会给男人几个暗示,并且这些暗示当中都是想让男人去亲吻她。 这个时候,男人千万不要像木头一样站在原地不动,如果你一直都不能够了解女人的内心,那么就会让女人感到伤心,同时还会影响你下一段的恋情。 一,让你去抚摸她的头发。 头部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,当一个女人深深地爱上一个男人之后,虽然她们表面上大大咧咧,可是当遇到自己喜欢的人,就会内心感到恐惧。 于是,她们就会给予男人几个暗示。 我们都知道,抚摸女人的头部是自己父亲的角色,所以当一个女人主动让男人去抚摸她头发的那一刻,说明在她的心目当中有着很严重的恋父亲结,并且她想通过这一个暗示,让男人主动去亲吻她的嘴唇。 所以这个时候,男人千万不要无动于衷,只要你主动一点,那么就会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。 同时,当你真正和这个女人走在一起的时候,你会发现,当初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 啊,对你动手动脚。 我们都知道,现如今很多女人她们非常的强势,所以每当她们在遇见自己喜欢的人时,就会给予男人几个暗示,并且她们还会对这个男人动手动脚。 当她们有了这些行为的时候,就说明在她们的心目当中,已经认定了对方是自己想要嫁的另一半。 并且每当周边无人的时候,她会对这个男人做出很过分的举动。 像这样的女人虽然在很多男人眼中觉得她绝对是一个表女,可是只有一个真正体验过的男人才能够知道,像这样的女人,她们只是因为太爱这个男人,所以才会把自己做得非常的浮夸。 这个时候,男人一定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,当你迈出第一步的那一刻,也就意味着幸福离你只差,一步之遥。 三,经常和你近距离的接触。 当一个女人真心地爱上一个男人之后,她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和这个男人拉近距离,并且她每天都会主动制造一些小麻烦,让这个男人去帮助自己,从而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。 像这样的女人,虽然她们的心机很重,但只对于自己喜欢的男人,所以这个时候,男人一定要明白女人的心思,并且拿出男人最有魅力的那一面,这样就能够完完全全地把一个女人搂在怀中。 当你今后和她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刻,你会发现,虽然这个女人表面给人一种凶神恶煞的样子,可是真正和她接触起来,你会感觉到,她每天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觉,同时非常地顾佳,对待感情也很忠心。 四,喜欢对你抛媚眼。 当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的时候,她们会对这个男人抛媚眼,并且通过这些暗示,女人想清清楚楚地告诉那个男人,让她主动去亲吻自己的嘴唇。 因为都说,唇与唇之间的接触,最能够燃烧两个人的心灵。 所以像这种女人,她们在对待不同恋情时,会使用不同的方法。 当一个男人真正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,男人每天下班回到家,带着一身疲惫的身子。 但只要看见这个女人,顿时间,就会把烦恼和不愉快都抛至脑后。 因为这种女人,她们简直就像是一个开心果似的。 整天在男人的面前说一些笑话,久而久之,一个男人也会对这种女人爱不释手。 所以男人们,如果你们身边出现了这种类型的女人时,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。 毕竟在茫茫人海中,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真的很不容易,所以一定要且行且珍惜。 早安。 请查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